患者从轮椅上粘起来越讲越有力气 身上还包着纱布 但是也不用坐轮椅了 声音大的吓人 他是19岁的灵性男子 在彰化市的医院住院 10号下午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 疑似不耐烦等太久 在医院咆哮 院方报警 出院手续要花时间 花时间你够紧张 你就讲话那么大声 这个过程也被现场民众目击 拍了下来 看到他坐在轮椅上 穿着患者的衣服 全身都是刺青 你不是赶着要出院吗 出院吗 不敢好不好 最后警方安抚情绪好言相劝 才平息了这场纷争 男子受伤住院情绪不佳 期间也让医护人员打伤脑筋 最后要出院了 还气愤咆哮闹到报警 不过警方好言相劝之后 顺利平息 医院不追究 要是根据医疗法 对医事人员胁迫恐吓 妨害执行医疗勤务 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 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TBS新闻 陈志中 吴淑萍 张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 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